其實就照抄, 正如日本一人一樣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 一失了這個通道倚靠之後 沒有了, 管理不了那個東三省 好了, 我們再講多一點清朝至到現在 是它的情況怎樣呢? 很可悲的, 就在184年開始 我們的鴉片戰爭, 各地賠款, 清朝開始弱勢 清朝初年都好些, 有乾隆, 有雍正 雍正是清朝最勤力的皇帝 批個奏長, 不批完就不睡覺 睡覺都不是去皇妃那裏睡覺 就留在書, 遇書房睡的了 第二天又趕著要早朝, 很勤力 很勤力 但是呢, 看這裏又怎麽這麽悲慘 我是罵的 英國都做什麽? 賣鴉片 在哪裏種呢? 在印度種鴉片 叫東印度公司 中聯鴉片問你哪裏賣? 中國賣, 為什麽不問你英國賣呢? 有沒有聽過英國有鴉片賣? 沒聽過 為什麽? 賭藥來的嘛 毒死人的 毒死誰? 毒死中國人 為什麽不給他們鴉片? 泡南打你 林則徐, 燒鴉片 弄火門, 弄泰台 這個厲害 北京 打輸了 打輸了就繼續打 如果我是清朝的將軍 當時輸了, 輸了繼續打 你在英國怎麽運到那麽多兵來? 怎麽運到那麽多兵來? 無可能的 我繼續打下去, 誰要捱下去? 賣鴉片, 賣毒藥 都要被人逼, 賣, 還要賠錢? 還要蓋地, 還要通商, 通商做什麽? 賣毒藥給你 什麽人是這些? 英國人啊 還要龍斯奇出來 我真是心都火了 你懂什麽? 是什麽人性? 人性是什麽? 人性是什麽? 人性是賣毒藥給人, 還要人家賠錢給我 我賣毒藥給你, 你賠錢給我 有無這麽道理? 什麽公義? 什麽國際標準? 我們不是要記仇恨 我不是要大家記仇恨 但這個是他們不公彩的歷史 他不應該拿這麽東西來, 還在耀武揚威 是 如果英國人很厲害的, 麻煩你去英國住 對不對? 你沒有理由在這製作龍斯奇來, 耀武揚威 所以這些歷史是什麽呢? 現在學校不是這麽教法的, 八角龍軍那些努力給你看 哪個人來我得罵? 教育局中我得來我得罵? 你也理由啊? 所以學校的校長不喜歡我的 為什麽? 泰國變成學店了 對不對? 第一不是講歷史, 不是講事實 歷史是什麽的? 我們說, 救天人之際啊 我們要研究那個道啊, 天人之道是怎麽樣養 那個循環, 那個因果怎麽來 人性應該怎樣發揮 司馬遷講得很清楚, 救天人之際啊 你不是我們去答問題, 考分數的 是看會人性的歷史的, 是不是? 所以, 我們要清清楚楚知道, 事件發生 好了, 就算我們模糊, 我們就看清楚些 慢慢學習, 慢慢研究, 是不是? 但是, 明明白白 那一片就過來中國了 就是想毒死你中國人 就是這麽簡單的嘛 那難道英國有什麽買啊? 我常常都說, 是不是? 英國有什麽買的 秘密啊 當時英國人都吸毒的, 但是後來他禁了 不是禁了, 就是禁了嘛 就是禁, 禁就是不對的東西 初初沒有人知道, 鴉片是想引禁等於一樣的 都在全世界都買的 但問題, 問題是毒來的, 當然要禁啦 那自己禁的東西就賣給你了 對呀, 初初都不在印度種的 初初都不知在哪裏找到, 無意中找到 後來在印度大量種, 為甚麼呢? 因為當時印度原本做麻布的東西 種麻漬的野衫 誰知道全世界就跌價 那些商人就沒有地方去賣這些麻布 不如就種辣片 就跟政府講, 跟英國政府講的 因為他禁的嘛 他要問准了, 當時是殖民仔1日 印度是英國殖民仔1日 他問准了當時的英國當地的官 那些官是中的 是合法的, 他們東印度公司 註冊的 對不對? 我就想講這個問題 所以日本, 他的野心來了 攻打朝鮮, 再講日本 他呢, 但是呢, 就被清軍趕了 清朝呢, 就派了一個厲害人, 袁世海去 袁世海去, 真是厲害 表現著一個才華, 本身是中級的官員 那一天, 他去幫朝鮮 清朝當然不會派一些高級的將軍 派一些普通中級的官員給他 誰知道袁世海打贏了 清朝趕走了 但是始終, 袁世海回到中國 沒多久了 最後都是要戰令朝鮮 即日本 你可以知道其實日本是很有野心 要是向外發展軍力 打完這個朝鮮 接著就趁清朝的弱勢 就繼續侵華 又隔五戰爭, 就割出台灣 接著呢, 還有一件事 就是田中就節 現在日本人呢, 就不承認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找不回來 找不回來就沒有了 你猜測而已 沒有證據 他就消毀了 那天中就節呢, 據說很清楚 是整個五十年一百年的計劃 怎樣侵奪中國和整個亞洲地區 他要做一個大東亞共鳴圈的亞洲的盟主 他都幸好, 他不是做世界民主 他是做世界民主 想做世界民主 他是欲征服世界, 必須征服中國 沒錯 欲征服中國, 必須征服滿盟 所以大東亞共鳴圈就開始了 所以田中就節就希望成功了 當然他也參與了八國聯軍之役 去到一九三一年, 九一八事件就開始整個東北佔領 然後三七年就全面講述 但是一個問題, 很多朋友跟我談過這段歷史 為什麼很多人留學日本的呢 日本又不趕他們走呢 我說不是, 剛剛相反 想他們留低多些 好啊, 你們清朝幾壞 你們不好的, 你們中國不好的 你來我去學習, 學習什麼呢 學習日本文化 好啊, 當我去打中國的時候 你不好, 不如幫幫忙吧 你那個什麼政府不好 又沒有公義的, 又沒有自由的 又那麼封建的, 又說要紮腳的 當然不好, 打, 一齊打 其實是什麼呢 預早洗爐 所以, 秋謹, 蔡惡, 魯迅王這些 全部是留學日本, 是受到優待的 他們留學生, 是很自由的在日本 很優待的 那麼曾經呢, 清朝就說 這些是革命黨來的, 你日本 政府幫我捉了他們 他不捉, 他不幫忙 他不幫清朝捉革命黨 包括孫中山, 孫中山在日本 日本根本有很多老友記 去逛街吃飯的, 不怕的 沒有人捉他的 蔣介石也有去過 蔣介石和蔡莫其實差不多是同學 同學軍俠 陳獨秀, 這些影響中國近代的人 很多都去日本留學 所以他們是了解日本文化 但是他們都知道日本一些不好的東西 但是其實我們要提一提 《明治維新》之後沒有多久 有一本藝圓, 一個老師寫的《海國圖志》 是由林則徐叫他去編一些外國的材料 翻譯之後編輯, 成本書 所以叫做《海國圖志》 這些沒什麼好看 講什麼《三國紀學關》什麼事 放在一邊 但是去到日本, 哇, 立刻大行其道 引完又印, 哇, 洛陽紫貴 印了很多版本 賣到斷市, 賣斷市 每個人去看, 你看這個心態的時間 一補賞做什麼, 想自己強大 哇, 我給人美國戰艦放在東京灣 弄兩弄, 又要我們開國 我們不行, 既然開了我們怎麼辦 我們要學回西洋的東西 我們要跟它同步, 要進步 它是這樣的論法 好了, 買一買條單 我們先看看, 我們跟日本打了十三連仗 死了三千五百萬人 全球的二次大戰士, 八千萬人 哇, 差不多去了一半, 真是慘 上海打了三個月, 那個叫做四行倉庫 那套戲叫做八百壯士 實際是多少人呢, 實際是四百人 那個記者問他, 那個是趙團長 謝忠元 謝忠元, 謝忠元, 團長 他說, 你有多少人在我手 隨便說, 八百人 其實只有四百, 港大數 與鎮軍心 好了, 南京太屠殺寫三十萬人 最新的消息非常好, 加拿大中學的教科書 有列入南京大屠殺這個事件 這個真是, 我們不是要記仇 但是要給人是清楚, 人類其實不是文明了 如果文明了, 為什麼越來越死人多呢 第一次世界大戰死兩千萬人 第二次大戰死八千萬人 如果第三次死的人 哈哈哈哈 不是啦, 不止啊, 不止一億的了 不止幾多億的了, 十億的了, 為什麼 那些什麼彈脈彈殺傷力多大 是不是, 還有些細菌, 什麼什麼, 哇,那些後遺症 那真是, 人類為什麼要這麼不文明呢 還有一個高志涵的空軍之王, 我就很喜歡他 我又要講一下, 為什麼呢 日本那些零式戰機的威, 喜歡走怎麼走 我們呀, 高志涵, 就打下你 那個, 那個, 第一個突破了, 打下一架飛機 在這個1937年8月的十四號, 我記得 我記得, 記得了, 不用看 跟著十五號, 打下兩架, 哇 跟著蔣介石呢, 立刻寫一個電報, 公學他 跟著怎麼樣, 給一萬元獎金 哇, 當時一萬元, 這是什麼呀 買一層樓, 送一層樓給他 但是他都很慘, 很短命就死了 為什麼, 空軍是最快, 最容易死的 最危險的部隊, 他是派去美國受訓的 去美國受訓的時候, 就娶了一個外國美國太太 美國太太跟著她回來, 我喜歡了你, 就回來 但是他就一心為國, 去打仗 個個怕, 但他的技術很厲害 其實, 飛機的戰, 雖然飛機漂亮不漂亮很重要 但是他的技術是怎樣 你能夠走到人家的飛機的後面, 叫做捕輝 因為我是修理飛機, 所以我要講這個故事 我懂, 叫做捕輝 在他後面, 你能夠在到他後面呢 你就打到他要贏了 就算現在這麼先進, 戰機一樣是 你在他後面一鎖住它, 現在有些鎖住 一鎖住一字, 它敗了 飛機一定打中它, 一鎖住它, 是有道向的 現在, 那你就中了 所以你一定不讓人家在他後面 那你要技術問題, 除了速度問題還要技術 你不是快可以, 快點轉彎轉得漂亮 所以高鐵皇本身就是 打了幾隻, 六、七隻日本的飛機下來 一個人, 所以就嚇死日本人 空群而出, 炸他 對, 終止炸到他死 就是當時飛機少了, 不斷炸 其實我們都有贏的地方 台宜莊大節, 長沙大戶展 都是我們贏的地方 倭寇的禍環, 我們看比較其實是什麼 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在東北的時候 只有五百而已, 五百正規軍 就打到南門鐵路了 但是當時, 叫張學良不要打張開石 當然他有很多原因, 適合還是不對, 我們不要說 不知道, 我們就很難評論 但是, 意思就是說, 他很快就去幾日之間 整個東三彩走 但正確, 整個東三彩當時有正規軍隊 六十六萬 其實當時我們如果開戰的時候 三七年的時候比較, 日本軍全國有四百幾萬軍隊 中國軍隊一百七十萬 日本飛機二千七百隻, 中國飛機六百隻 誰可以打的, 沒有可以打的 東東投降的時候, 日本死了多少呢 四十四萬軍隊 總人數死的人數, 包括他國內那些 死了三百一十萬, 大概是人口的4.5% 即一百個日本人有四個死了 中國人怎樣, 中國人死了三千萬, 死了七個巴仙 一百七個人死了 大屠殺, 慰安婦, 化學戰這些不用說 對比比街市 美國死了四十二萬人 後期參戰 他在歐洲戰場死得那麼多 在亞洲戰場就不是死得那麼多 我們回顧一點 作為一個上部總結 中日谷關系的背景 中國是後來靠美國的支援才可以贏 中日支持, 靠支持, 無法治 阻止到日軍在東南亞繼續進攻 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援 在日本在東南亞 拿了很多資源之後 他的穩定性更強 我們知道原來在日本兵裏面 等一下我都會講 有真窩假窩 真窩就是真日本人 假窩就是假日本人 在打中國的時候 現在這段時間 就是韓國人最多的 韓國軍隊來的 根本不是正式日本兵來的 韓國兵 也有少少台灣兵 台灣兵不多 他怕他不穩陣 為甚麼 台灣有些都是認中國人 但是東南亞不同 如果打到東南亞 很多馬來人、印尼人那些 拉他當兵就可以 但是那個就遲了 所以這個問題 汪精衛做了漢奸 我爸爸小時候跟我講過 有些人說 汪精衛不是想做漢奸的 他做了之後 想中國人就好些了 我絕對不贊同 漢奸就是漢奸 你現在為甚麼 汪精衛是你一個才子 你跟蔣介石鬥 你拿不到高位 你退 蔣介石甚至派人去暗殺他 去到越南暗殺他 這個高陽小說講得清楚 派三個殺手 殺不死他就不死 汪精衛 你雖然 人家誤會你 說你那時通漢奸 那時未通的 就因為他殺 暗殺了他 知道 他不死 他就先走去 由越南走去日本 投降 作為一個人 有骨氣 有氣質 你這時不應該做漢奸 你這個明星那麼高 汪精衛一出來做漢奸 你整個社會便穩定 如果這個普通人 陳大文去做 敵後的那個 又說由吉他便推倒他 那這個社會是甚麼 日本社會會亂一點 亂一點是好的 為甚麼 敵後不穩定 日本人便不容易贏 沒有那麼容易那麼囂張 你這個社會穩定 每個人都聽我說 漢奸人一整班人都容易管 不用你 為甚麼漢奸 全部漢奸 你說 我們被人標籤了做甚麼 冬啊病夫 是不是 這個我正在所說 我們自己 是不是自強不適 是靠自己 不是靠人家 就是 即是說 怎樣清爪 那個球 打到他們一拼一拼 其實背影都很慘 因為明朝是幻官 太監 為主 還有慘到怎樣 大兵的將軍 旁邊有個監軍 那個是太監 太監做監軍 第一不懂得打仗 做甚麼監軍 撈油水 好錯誤的方法 好錯誤的管理方式 所以搞到不行 你想想 一個 太監流緊 黃金24萬錠 哇 五萬多兩 計算一下現在計算 多少錢 這個銀錠 哇 整百萬兩 好了 設計國有一次升級 去做山東指揮簽示 說領導三營二十四位的兵 編制上六萬三千人 實際只有五千 死不死 上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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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就 五千幾 五千 五萬幾 五萬幾人的糧響 上面拿了 給你就發五千 死不死 防守什麼 三千里的海岸線 就山東 半島 半島 還好 日本人呢 在平朝的時候 在那邊一路都沒有去侵犯 有些朋友和我有研究 為何不去山東那邊 山東半島那裡 我說可能是水流 有可能是水流問題 因為水流是這樣下來的時候 他們在日本那邊一過來的時候 就去到浙江上海那裡一帶 再低一點就福建 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浙江那裡人附屬一些 南方當時始終 北方那些地方窮一些 山東那些人窮一些 所以他們可能就來這邊 另外一個說 怎麼反而嚴嵩 這個厲害 嚴嵩被人抄家 黃金三萬兩 三百多萬 算一算 百億 百億身家 那時候百億 不知賣多少 他呢 他的兒子就斬首 他有功勞 嚴嵩做過首相 做過程相 好 算了 就放他 不浪費他 他的家人就發他邊疆 他就不准住 住什麼 住個墳墓 有錢人就建定墳墓 古人 這麼好 就住住墳墓 誰知呢 你一跌下來的時候 沒有人接濟你 給飯吃 沒有人敢 不認識你 炫先生 不知你姓什麼 不知道你姓什麼 餓死了 他當高官的時候 怎麼樣 喂 成親老爺 你我想10萬元升級 行不行 很多人來拜後禮送禮給你, 你一落幕時, 個個都不認識你, 人就是這樣, 所以為何人們要爭權別禮, 有人有權,這麼開心, 很多人崇拜你, 什麼叫無事,什麼叫浪人呢? 日本史學家鄭上升講過, 其實殺人、劫財、強盜都是無事的習慣, 原來無事不是好事, 你不要以為無事好事, 殺人、劫財、強盜他都做的, 因為無事道是什麼? 無事道的精神就是忠於他上司, 是職業軍人的道德, 職業人是什麼?殺人, 他殺得不對,不知道的, 老闆叫我殺人, 上公吹雞指揮我,殺就殺, 所以他是無道德的, 雖然有道字,但無道德, 有道字就無道德, 浪人就更慘了, 那些無事就是有老闆請他, 就無事, 老闆不喜歡他, 炒了油煮做了浪人, 沒有工作職位, 會打劍,可能很厲害的, 411做什麼? 自己做生意, 做什麼生意?打家劫蛇, 最好的買賣, 所以當時就是這樣, 一批浪人, 一些正式的武士, 在明朝的時候, 那些武士是那些諸侯, 本來諸侯是大名, 派來中國搶東西的, 那些武士可能是帶隊的, 那些浪人真的去搶, 加上那些漢奸, 那些賈窩就來沿海搶, 那些賈窩就帶路, 你說這個沿窩就好, 一身金銀珠寶快點搶他, 他收起來而已, 他知道嘛, 成為了這樣的背景, 當時日本雖然是叫戰國之勢, 但戰國時代是什麼意思? 其實就沒有叫大統一, 我有一個城池, 我就叫做諸侯, 我有兩個城池, 我又叫諸侯, 諸侯與諸侯之間, 可能經常打, 那經常打, 你沒有時間, 你種植, 沒有時間, 有收入又怎樣? 派兩個人去搶旁邊, 很簡單, 很方便, 近近地, 兩三個船, 搞定, 那搶我回來, 有錢, 金銀珠寶, 所以形成他們為什麼過來搶? 有人帶路, 有漢奸大路, 有漢奸大路, 那個人不夠我打, 所以一路由這個中, 明朝的中期一路就不斷搶, 搶到要...